各個聲援團體的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要開始我們進行我們的計程會 對於20年前建造台北捷運的工人 他們因為使用了壓器工法而不幸罹患了 那今天當初雖然大部分工人有和解 但是第三批的工人因為他們大部分是來自於花蓮 因為城鄉的拉居資訊不對的 所以讓他們最後一批才參加了抗爭 結果資方卻把他們願意和解的標準提高了 導致這群工人默默的承受痛苦20年 現在今年度他們再次的 從去年開始就開始展開了抗爭的行動 那雖然時隔20年捷運20年我們享受20年 但是這一群工人卻默默的犧牲 落默的承受這個疾病帶來的痛苦 那今天他們要時隔20年之後來正式提到 那記者會開始我們先請長期以來 協助他們的顧玉琳來說明一下這個事件的梗蓋 然後接著我們再請捷運工人來跟大家說 他們這20年來所承受的痛苦 為什麼這次要開始行動 我們今天很多來聲援的團體 都要等一下我們會直接地狀 因為剛剛也有記者在問說 今天是要開庭嗎 沒有 我們今天是正式地狀 正式地狀 但是從我們第一天入坑 其實是1993年到現在 其實已經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了 那我們在1997年的時候 曾經是台灣第一個也是到目前唯一的一個 經過官方鑑定的重大公共工程的集體職業病的案例 那所以我們其實只是剛剛就像國民主講的 我們在20年前的時候 來自偏鄉花蓮雨裡的這一群人 大概我們總共有9個人 並沒有達成和解 那沒有達成和解 因為當時資方說 你骨頭還沒有發黑 我們是潛水不正 只是我們的症狀還不到發黑的地步 後來呢這幾年事實上 因為胃處偏鄉根本醫療也不急 所以我們其實現在每一個都是有骨壞死的現象 那也這兩年多來我們重啟談判 那我們也在台北市政府經過長達一年多 很漫長的勞資爭議條件 但是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認為他們只是發包單位 所以這個賭償的責任 只是在賠償的責任 應該推給資方 可是當時台北捷運是國際競標 所以我們是由日商親目跟台商 台商新亞建設共同聯合成來 所以共同聯合成來的新亞建設就說 這件事情其實主要是日商在負責 當時在廠商的工程都是由日商來決定的 但是我必須提醒大家 新亞建設在兩年前 還是我們交通部頒發的最優秀的建商之一 他得了首獎 而且他這幾年包括新一快速道路 包括機場捷運 有很多市府的工程 都是新亞建設在承包的 所以事實上台北市政府 難道找不到真正的僱主來負責嗎 而是把它通給推給那些 已經離開台灣的親目建設嗎 那這逼使我們經過了一年多的 漫長的調解之後 我們不得不一面還在醫療當中 一面我們必須到這邊來地狀 正式的起訴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以及清亞建設 那我想最重要還是讓我們這些 一大早五點多就從花蓮域裡來的朋友 就捷運泉水附陣 我們先請陳定安 陳定安做一點說明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請吳俊達律師 我們這次的委任律師 然後也再做一點訴狀上的說明 那如果記者對於訴狀的細節 包括金額包括人數等等的細節 我們就可以到旁邊再做說明 做專訪 陳定安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大家好 校記理 法院接著再來搞救世宋 已經是算我們第二次了 第一次呢 就是判了金木公司現場負責人28天 就是判了他28天 那個28天對我們工人來講 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20年來都是專注 上醫院看醫師 難道會比他們判那個28天還要輕鬆嗎 我們今天是逼不得已 算是第二次再躲上這條路 我們沒辦法了 台北市政府呢 他說他是承包的給別人的 他也推給青木公司 青木公司呢 他說他已經倒閉了 新亞呢說他是 青木公司主辦的 不關他的事 我們就是帶給他一直推死的 不對以之下 今天我們大家又到這個火焰來 搞了就訴訟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謝謝你們 那我們請律師發言之間 我們先喊個口號好不好 職災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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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究到底 追究到底 特別是我們要針對台北市政府 台北捷運 是這麼重大的 重大的 國家公共工程 那到現在到去年 我們還看到 柯文哲出來歡慶台北通車20年 但是我們這些工人 我們必須說 今天坐 站在前面第一排的 今天他們趕到這裡面來 沒有一個人是搭捷運的 因為他們也 他們為主天象 根本不會搭 所以就算是搭火車 到了火車站之後 也不知道怎麼樣走過來 每一次 我們開記者會 我們每一次抗爭 他們都得搭計程車 這些為我們的捷運 付出了他們這麼高昂的 健康代價的工人 但是他們其實沒有共享這個成果 那我們請 各位媒體記者朋友大家好 那個 前陣子的RCA案子 才剛剛在台灣高等法院第二審宣判 那我們可以看到是說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跨國性的一個 執在的案件呢 竟然要走了30年 才會走到二審的判決 可是判決之後呢 這些企業還是可以繼續上訴 然後呢 結果呢 有可能判決確定之後呢 這些可憐的工人們 還是有可能拿不到賠償金 到最後呢 這個國家的 這個補償的制度 到底又能夠幫助勞工些什麼 這是我們要大打問號的 那同樣的在今天 我們也看到這群 台北捷運的工人們 他們為了他們 這樣子的一個權力啊 從過去20幾年來 不斷的在奔波跟奮鬥 20幾年前其實在87年的時候 當時 這群工人們 製救會其實就和包商 還有所謂的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他們有達成一個協議 這個協議裡面講得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 這一群工人 能夠經過鑑定 認為說他們已經符合 潛水附陣的一個要件的時候 那麼就必須按照這個補償的協議 來做一個補償的動作 當初有這樣一個白紙黑字的協議 可惜的是說 現在他們好不容易 真的得到醫生的一個診斷證明了 但是我們還是看不見 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或者是當初的聯合承南人 西里亞建設公司 能夠秉持的企業的良心 能夠好好的來做一個補償的動作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 這是非常讓人家遺憾的事情 因為當初既然有這個協議 現在實際上沒有必要再讓這些工人 這樣奔波去打這個官司 我們在享受捷運便利的同時 我們看到是說 政府花了很多錢 便利的預算 對於捷運開通之後 沿線的居民 被徵收土地的地主 都會給他們徵收補償 大家得到一筆徵收補償金 然後呢 可以開店做生意 店面可以漲價 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的土地 是在捷運的沿線 經過能夠被政府土地徵收 可是蓋捷運的工人們呢 這群犧牲他們勞動力 犧牲他們身體健康的人 他們得到任何補償嗎 他們的犧牲有比這些土地 捐出來給這種蓋捷運的人 犧牲更小嗎 他們犧牲了他們一生的身體健康 好 所以這件事情讓我們去反省說 人的身體健康跟財產的價值 到底哪一個重要 哪個東西才是我們國家所要追尋的 我們國家一直在講說 我們要追尋福利國家 社會福利國家 但是呢 在捷運工人的這件事情上面 我們看不到國家在追求這個價值判斷啊 所以希望這件事情呢 台北市這種捷運局還有西亞建設 都能夠好好的省思 在這件事情上做出一個果決 立即有效的一個補償 不要讓這件案子繼續纏送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於纏送到這些工人們的後代 還要繼續為他們爸爸媽媽在奮鬥處理這件案子 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 謝謝大家 好 這月呢才導營官司的RCA的代表呢 來聲援一下我們台北捷運潛水部的朋友 劉...劉和雲 大姐來 各位媒體大家好 我是RCA員工關懷協會劉和雲 今天來到這裡 我覺得台北捷運的潛水附陣這些工人們 我們深深的感覺到 感同身受 大家病了這麼多年 卻連最基本的 都沒有人理 你們一定以為我們只是來討債要錢的 其實不是 當然 賠償是最基本的 這是無可厚非 但是我們不僅僅是為自己來討債 我們是要為這個社會的公理正義 必須要還給我們一個公道 我們是為家庭為子女辛苦的工作 難道政府是這樣回饋我們的嗎 RCA環境污染的訴訟 從頭到現在 已經二十年 我們的行動是二十年 將近二十年了 一審 就走了十一年 非常的辛苦 所以其實大家要有長期抗戰的準備 這個不是那麼簡單 跑法院並不是走你們家廚房那麼簡單 所以大家要有一個 當初是聯合成的 心理的那個 準備 我們剛開始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懂 在前面的幾年裡 我們甚至都是躲在後面 因為不想出來露臉 可是最後 我們堅持下來 我們變成不得不停在前面 因為我們自認為自己的健康還算不錯 那麼同樣的 今天大家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覺得堅持很重要 你堅持了別人才能幫你 你不堅持 大概你就 這個就是 彈花一現就沒了 那麼 我們不但要替自己討公道 還要 提醒這個社會 還有我們的政府 還有資方 這些不良企業 要還給我們公道 這是最重要的 同時為社會立下典範 工人不是那麼好欺負的 工人必須自己站出來 才有一個好的結果 祝福大家 謝謝 謝謝阿歇的戰友 那今天呢 大家看到他們手上都拿著樹狀的這個牌子 那請大家翻過來 後面呢 這些都是他們今年到三種 去看這個專科醫生 幫他們開的 有關於他們 他們確定是罹患潛水不正 每個人的關節多多少少 每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程度 都已經變成了開始病變 有虎頭壞死的現象 所以不管是剛前面的劉大姐 或者是這群位表看起來好好 但事實上呢 每個工人身上他們都承受的這個城市進步 他們必須付出健康的代價 那我們再來喊一下口號 執哉賠償責到底 執哉賠償 執哉賠償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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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接下來我們請政大劉梅君老師 一起來聲援一下我們的潛水不正的朋友 好 各位媒體大家早 然後我們還有今天特別從我們華聯來的這個 受到很大傷害的這個執哉朋友 剛剛說了這個事件從1993年到現在 24年將近25年 人的一生有多少個25年 更何況我們在座裡頭有一些人 是還沒有當兵之前就已經先去做了 當完兵之後繼續做 是人生最精華的時刻 結果在這個最精華輕壯的這個年代裡頭 就埋葬在這樣的一個事件當中 那很不應該的是 這是國家的重大公共工程 這種施工的方式 我們的臺北市捷運局難道不知道嗎 他當然知道 他容許了這樣的一種施工方式 就是以至於我們今天的這個捷運工人 受到了這麼大的一個傷害 而且是終身的傷害 那我們也知道我們的法定已經有規定了 這種屬於重大這個施工方式的這種職場 其實他們要有職前訓練 甚至還有在職訓練 結果我們所有的工人 從來沒有接受過這種職前訓練 也沒有接受過這種在職訓練 這都是國家有虧我們民眾的這個一個 他需要道歉 不僅是道歉 他也需要負起最大的這個責任 這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 我們之後呢 每一個都說這不該我的事 這件事情已經講了這麼多年 而這件事情到現在都還沒有解決 甚至這些公司還被表揚 是這個這個台灣 譬如說公安獎的這個得獎人 這是非常非常荒謬的一件事情 我們希望這個事件 今天我們到了這個台北 台北市這個地方法院來 我們希望這個地方法院的法官們 能夠慎重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他一些警惕的作用 那我想我大概先到這個地方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北科大的老師 他本身呢 二十年前也拍了 捷運潛水附陣的紀錄片 那我覺得這個關心的路上 都是這是二十年持續的 那請鄭宜文來跟大家 算是老戰友在聚首 在這一次的訴訟裡面 他特別一起來聲援大家 大家好 我是鄭宜文 我今天來到這邊 其實心裡是蠻改改的 因為二十年前 那時候我還是政治大學的學生的時候 我就拍了一部紀錄片 這個紀錄片 當年就是紀錄 一九九七年九八年 這個期間呢 捷運潛水附的抗爭行動 所以在九七年的時候 其實達成了第一波 九七九八的時候 有第一波的和解 那我說到了二十年後呢 那今天我們還必須站在這邊 我是心裡實在覺得 這事情實在太荒謬了 我的意思說二十年耶 二十年到了現在 我們還必須站在這裡 談這件事情 我今天來這裡就覺得 這件事一定要被受到重視 正視 必須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因為事實已經非常的清楚了 如果不是挖捷運 他們為什麼會得潛水附陣 這裡很清楚 我不潛水 我有潛水附陣 如果不是因為挖捷運 為什麼會得潛水附陣 我說事實已經很明顯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說 如果不是因為潛水附陣 為什麼他們骨頭會發肥壞死 請大家再想一想 事實是這麼的清楚 而且如果不是因為潛水附陣 為什麼在捷運 台電大樓江子翠前面 會有工商紀念碑 事實是這麼的清楚 再說了 如果不是因為潛水附陣 為什麼之前 將近二十年前 會有第一波的和解 事實都這麼這麼這麼的清楚了 而我們今天還必須要站在這邊 這不是一個很荒謬的情況嗎 那捷運紀念碑 好了 包括他們骨頭發揮得潛水附陣這件事情 這到底又 我的一說事實就在這裡了 你看我都快講不出來了 就是因為他已經這麼清楚了 我還需要多說嗎 我想大家都看得懂 也看得懂紀念碑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不清楚 請到台電大樓前面看 請到江子翠前面看 我想今天我不需要多說 我覺得我們在這邊 就是要還給他們一個公道 事實已經夠清楚了 那我想說今天我們站在這邊 其實見證的是一個荒謬 不是來說事實而已 因為事實已經太清楚了 好那我想我就先說到這裡 那請下一位 謝謝 我們喊個口號我不潛水 大家一起喊 我不潛水 我不潛水 我有潛水附陣 我有潛水附陣 我不潛水 我不潛水 我有潛水附陣 我有潛水附陣 直栽賠償 就責到底 就責到底 好好 我叫邱雨凡 那其實剛剛前一位 那個就是我們北科大的正義務老 正義務老是說 他二十年前就開始聲援這個案子 其實我自己十五年前 還在台灣大學法律性念書的時候 我就聲援了RCA案子 那我今天站在這邊 我也是感到非常的痛心 為什麼經過了這麼多年 我們不斷的需要站出來 聲援這些重大的職災案件 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做什麼事情 讓我們感到非常的一個質疑 那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提到說一代轉包再轉包 那並跟大家講 其實在我們的勞動基準法裡面 第六十二檔明確的規定 轉包再轉包之後 原事業主還是要負共同的連帶責任 這不是一個可以推諉的一個理由 我們可以允許是營業工作的轉包 但是工人的健康責任是不能夠轉包的 所以我們正在鄭重的呼籲說 如果今天連工部門都這樣往事法律的話 我不曉得我們國家的政府 我們的法律還有哪些可以信任的 那最後我要講說 我們國家真的非常的奇怪 如果有好的勞動法律 剛才我講到 勞基法第六十二條 要負連帶責任部分 這樣一個好的勞動法律 不會被重視 但是壞的法律的部分的話 像變形公司 彈性公司 傷害勞工的工作條件的法律 一再的被拿出來 或者我們只要有好的勞動法律 一力一修就要把它修掉 所以這個政府 非常非常不值得工人來信任 所以我們今天站出來抗政 就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工人是有力量的 如果今天有法律保障我們 那我們就要堅守 這是最後一道防線的 所以今天我們要鄭重呼籲說 不要再藐視這些勞動法上 保障的最基本的權利 原事業單位請站出來 負起你法律上的一個責任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 以勞基法的這個部分的 以上的說明 跟這邊做一個呼籲 那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喔 我們在這一次跟 過去一整年 在跟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調解的時候 他每次都說 對啦 勞基法是有說有連帶責任 那就到法院上去判啊 當法院判說 我要付多少連帶責任的時候 我再來說 所以那個態度是非常的傲慢 完全無視於立法背後 對於勞工的照顧 完全是站在說 我財大棄出 我就是假發 我就是報告單位 你們有本事去告 告了贏再說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是非常痛心的 我們再喊一個 捷運局 捷運局 要面對 要面對 好 那接下來呢 其實呢 每一個過勞的背後 包括我們 為什麼會得潛水浮陣 第一個是他完全都沒有進行 勞工安全的教育 第二個呢 他減壓的過程是不夠的 但第三個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明明工人一天 在這種高壓之下 最多只能做六小時 結果我們全部的工人都告訴我 他們做的是至少要八小時一天 有時候如果遇到特殊狀況 加班可能是十二個小時 十個小時 所以過勞現在是我們全體勞工 台灣呢 這個過勞指導 那我們接下來請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的副理師長 來聲援 來幫我們講幾句話 各位媒體記者 大家好 那 在台灣 我想對自己的認定 還是非常的保守 非常的 非常的不進步 那 台北市今天有這樣的一個 捷運的 那麼便利的一個交通系統 都是因為 這些功能付出 他身體的健康的代價 然後 現在 那麼明顯的 連導購局都認定他 有職業傷害 那為什麼台北市政 到現在都還 都還不願意說 拿出一個 一個補償的一個措施 還必須要這些工人 站出來告他 那 事實上 我想三年前在 柯文哲 柯市長在選舉的時候 號稱白色的力量 是進步的力量 可是我們今天看到的 並不是這個樣子 對於職在這一方面 他並不進步 那在這邊 也要呼籲柯文哲 柯市府 應該要馬上 來做一個補償的 對這些工人做一個補償 這樣子 我想明年的選舉 他才有機會 否則的話 過去的白色力量 在明年的選舉 我看可能 他也沒有機會了 在這邊再次呼籲 柯市長 趕快出來 趕快做一個補償 謝謝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 公共衛生書記會 衛助會的朋友 一起來聲援 大家好 我們今天很確定的知道 就是如果我們 跟國際的標準來比 我們台灣的認定 職業證定 認定跟職業災害 非常非常的糟 非常非常的弱 那這件事情 其實就反映在了 這一次我們談到的 這個潛水膚震 這個疾病上面 我們其實 作為一個國家 作為一個公共 為公共健康的議題上面 我們必須應該 在二十年前 就應該開始要做追蹤 然後去做那個 那個 那個 救責 但是都沒有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看到的是 我們要花二十年的時間 再去救責 然後再去做 要求去追蹤 要求去保障 這件事情其實顯示了 這個台灣 不進步的地方 我們公共健康 不進步的地方 所以其實今天 我們不只是為過去 受到職業災害的工人 還有現在 還有未來的工人去努力 我們是要去 救責 我們要保障 然後我們要得到 真正的公共健康 這才是我們該做的事情 謝謝 來請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的代表 好 各位先生媒體記者大家好 我是今天我有兩個身分 一個是我是工商協會的代表 另外一個我也是北捷 全主病的受害工人之一 我是當時候的阪橋縣 當時候我們獲得了賠償 我想我今天 能站在這裡 其實代表了一個工商的精神 就是自助助人 工商協會協助了我 讓我能拿到我的賠償 並且賠利了我 再來協助RCA的工人 跟未來還沒有拿到職業病的 全主病的工人 這就是我們的工商精神 那我還是要說明一下 工商協會呢 在1996年的時候 當時候呢 協助了當時候的 全主病的工人 到1999年 這三年間 我們一共協助了 44位的工人 有123批的 芯片線的工人 那我是反條件的工人 我們算是另外一批 那他們的僱主 跟我們的僱主不一樣 那這40重示威的工人 我們歷經了三年 其實我們讓 四分之三以上的人 都獲得了賠償 抱歉 有四分之一的 就是今天的在座 沒有辦法來獲得賠償 我反覆的在想 我們當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想我們的運動 的確還是有一些極限 在當時候他們並沒有獲得 這個職業病的診斷書 讓我們在那樣的條件之下 沒有幫各位 爭取到 實在的補償 那我們繼續努力下去 帶著這樣子的想法 官方協會的我 來協助了RCN 1998年開始協助了RCN RCN呢 這個這場運動呢 19年 幫大家留下了一些 運動上的改變 我希望可以用在這些 我們曾經沒有協助到 幫你們爭取到 賠償的職業病的功能 職業病的功能上 第一個 時效的問題 我想律師很知道 時效是說 受害者功能呢 只要兩年呢 發生了 你知道了兩年 或者是不知道兩年 沒有行為的話 雇主就可以用時效抗辯 讓你連法院都進不去 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從這個案子裡面 有沒有看到 前者固病功能 可能也會面對到 時效的問題 因為1999年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 123P都大家和解了 所以兩年或十年的時效 可能是我們這個 要面對的很重要的關鍵 這個答案呢 在RCN的運動裡面 已經得到了解答了 我們堅持下去 我們把時效打破了 2015年的時候 我們在這邊 跟RCN公然喊 我們贏了 當時也是十幾年之後 法院給我們一個答案 當時一審給的答案是說 只要在 法院上有專家證人 來證明說 你們的確有受害了 所以時效 從那裡開始計算 所以那個時候才會有兩年 後來我們又新增了二軍 又收了一千多個 RCA的工人 這是我們第一個 破時效的 要告訴你們 所以一審的時候 順便告訴我們 只要有專家證人 來說你們的禮病 是現在才發生的話 那這個時效就沒有問題 到了二審之後 時效更進一步的打破了 我們證明了一件事情 RCA公司濫用時效 也就是說不能用時效抗辯 來讓我們沒辦法進去法院 於是呢 我們證明了一件事情 RCA當時候把所有的資料 隱匿 把錢讓公司跑了 我們來說服法官說 雇主這樣子的濫用時效 是不應該給他這個權利的 當時候法官相信我們 讓時效濫用這件事情這樣 適用在 RCA案上 這個意思是什麼 RCA有八萬的職災勞工 其實呢 都沒有時效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 我們希望把這個遺產 這樣子運動的進步呢 留給 這樣子的 RCA的工人 呃 這是第一個打破 第二個打破是 有接住 就有損害 就要賠償 當時候我們RCA呢 有一群人 有三 四分之一以上的人 其實都沒有拿到 任何的診斷書 或者是發病 當時候法官呢 在一審的時候 告訴我們 只要你有接觸到 三綠室 四綠室 這樣子的有愛化學物質呢 我們就要賠償 我們精神上就要賠償 至少 可以賠三十萬 但 錢的工人已經告訴你 歷經了這二十年來 他們的身體已經更生 更受害了 所以呢 他們的損害 其實已經在他們身上累積了 我相信我 你先看我 現在可能沒有什麼疾病 我相信我 未來 他們的現在 就是未來的我 我也要幫 爭取他們的權益 就是爭取我的權益 我也要繼續 跟他們努力下去 第二個部分 我們打破的是 有接觸就 對不起 第二個是打破的是 有接觸就有損害 最後一個 我們要說的是說 各位朋友 不管是RCA案 或者是潛水扶貶案 其實有一個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國家當時候 為什麼沒有算到 在經濟發展的時候 有這樣子的風險呢 這個時候我們要問 這個政府 我要政治救責 請問一下他們是知道呢 還是不知道 我們認為 這個整體的國家政策裡面 他們都是知道 在經濟的發展 全市都知道 經濟的發展 就會有工人要犧牲 可是這樣的成本 到底國家有沒有提列夠呢 我們後來從 我們從勞保的經驗發現 台灣的勞保 其實提撥率 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如果你們仔細去查的話 最近的新聞裡面 我們的勞動部呢 又要把勞保的費率往下調 勞保的費率 所有的費率 都是雇主 要來支出的 可是我要告訴你 RCA案 或者是潛水扶貶 這麼大的潛藏債務 都還沒有付的時候 為什麼 我們勞保的費率 要往下調呢 難道國家不知道嗎 他是明知道 還這麼為 這不是我們康倫明知凱嗎 當我們RCA 或者是潛水扶貶 他們需要社會照顧的時候 他可能會去社會救助 可能會用健保 沒有用勞保 那這不都是使用社會的財力嗎 都是使用大家的錢嗎 繳的稅金嗎 這樣子的不公道 我們同意嗎 我們當然不同意 所以這樣子的社會正義 並不是受害者的人正義 是全台灣的人正義 所以我們在當聲援他的時候 也就是聲援我們 也就是聲援女 所以這個是最根本的問題 於是呢 公安協會在今年 開始在立一個 叫做職業災害保險法 單獨立法 我們希望把這樣子的總體成本呢 透過一個社會保險的設計 來照顧所有的工人 他們的醫療 他們的生活 及他們的家屬 我們希望設計一個這麼大的一個保險基金 來照顧這樣的工人 才有辦法 根本的解決這樣的問題 那大家會問說 那是誰錢繳 這個錢 就是雇主 要提列他的成本來繳 來看面對我們經濟所發展的這些傷害 那如果你問我的話 這個成本有多大的話 跟大家講 台灣的所有薪資裡面 百分之五趴 我們認為 才能把以前錢水不易的債務 跟RCA的債務 先繳清 並且對未來的這些職災勞工 才有辦法控制更根本的照顧 這是我們最後 給大家 有一個最後要共同努力的目標 就是職災保險立專保 最後我喊一個口號 職病工人 執病工人 執病工人 相挺到底 相挺到底 職業災害立專保 職業災害立專保 工人才有保障 工人才有保障 好 謝謝 那謝謝工商協會 那接下來我們請醫療小組 就是醫師勞動條件改善小組 來跟大家從醫師的角度來分享 跟聲援 大家好 我是醫師勞動條件改善小組 我本身是一位內科醫師 我曾經有照顧過 罹患潛水膚病的病人 那同樣是有骨壞死的問題 那這些病人告訴我說 他們的疼痛 是用任何的止痛藥 都沒有辦法換緊 那是一個 從骨頭裡面鑽出來的痛 日日夜夜的痛 那看到這些病人我所能做的 我能幫助他們的 就只有治療他們的病症 那緩解他們的痛 但是我要說 在預防醫學裡面 我們有三段五級的概念 既然當初這些工人 因為捷運工人 罹患潛水膚病 我們已經在預防的方面 政府失職了 那是不是我們現在 在最後的復健的部分 政府就要擔起他的責任 讓這些 這些因為不當的 勞動條件 所進行的重大公共建設 而健康受到損害的工人 能夠得到他們應有的補償 最後我想說的是 剛才有些工人提到他們是可憐的工人 但我覺得他們是受人尊敬的工人 今天過去我所照顧過的病人 也不斷的告訴我說 他希望能夠趕快治好他的疾病 他可以重回工作崗位 他要養家活口 我認為這就是一個工人 他拼命的想要發揮自己的 勞動價值的一個展現 那在這邊 我認為我們做的 我們需要大家社會大眾一起 來幫助這些工人 奪回他們尊嚴 這不只是賠償 不只是要錢 而是事關一個勞動者的尊嚴 我們都是勞動者 我們應該要跟這些工人 站在一起 幫助他們奪回他們 作為一個工人的尊嚴 謝謝 謝謝陳醫師的聲言 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陪同那個 玉璃的朋友呢 去做這個高壓氧的治療 結果呢 離他們最近 有高壓氧的治療在哪裡呢 在台東馬街 所以他們要坐一個多小時的車 那因為他們平常是務農 所以呢 就是要找農賢的時候 然後去一趟一個多小時 然後坐在高壓氧艙裡面 又悶又熱兩個小時 然後呢再搭車回來 所以幾乎就等於那一天 就不要工作了 那更不用說 現在還忙著生技著很多工人朋友 我事實上都還沒有機會去做高壓氧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不是只有錢的問題 也不是說只有吃燥的問題 而是這個社會 到底給多少 多少資源 讓工人可以好好的就醫 健康是換不回來 不是用錢就可以換的喔 我們一起來喊個口號喔 職災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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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公會 李氏 徐永銘 今天呢 各位的先進跟各位的那個 那個來聲援的團體都講了很多 我在這邊呢 也希望那個政府啊 那個呼籲政府 希望政府呢 負責到底 謝謝 好 謝謝公會的朋友 那其實呢 我們這個過勞 還有這個製助的問題是永遠存在 但是我們這個社會為什麼會默示 我覺得是我們的教育 還有我們任何獲得的資訊呢 都是偏向資方 或者是掩蓋對勞工不利的部分 那接下來我們請工人作家寫 做工的人的作者林立津先生 一起來聲援 好 我提醒媒體記者朋友 有一個關鍵點在於時間 這個案子如果在當年有做勞工教育的話 他們就可以預防他們潛水不必 他們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緩解這種問題 他們不會那麼痛苦 這是第一個我們政府沒有做的事情 我們捷運局沒有負起獨島的責任 新亞建設也沒有 接著他在第一次要和解的時候 如果讓他們有和解金 讓他們早一點接受正確的治療 讓他們有錢可以休息 可以好好的照顧自己身體的話 他們不會到這麼長 這是第二次我們錯過了時間 現在第三次是經過調解之後 只能上法院 我們必須說進法院是最後最不得已的手段 因為進法院你時間要繼續往後拖 那我要在這邊呼籲的是 我們知道他們現在已經花了這麼長時間之後 身體還要繼續忍受這樣的痛苦 這一切都是一開始就可以也應該要先知道 先避免 不是沒有補救的機會是有的 不是沒有預防的機會是有的 但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捷運局 他們都做錯了 他們沒有獨島 他們沒有上進管理的責任 這些會一次一次的流失 結果是什麼 是捷運現在繼續在開 我們的政府制人物說那很光榮 很便捷 很順暢 但是所有的病痛成本 轉嫁在老人的身上 而且繼續承擔 我覺得時間不能再拖下去了 這不應該再繼續拖下去 那今天在這邊我就要呼籲說 我們應該重視他們身上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 我們的捷運局 我們的親愛建設應該要公開出來面對 承擔是一種勇氣 如果你真的捷運 台北捷運很光榮 那應該要有這樣的承擔 你要有勇氣去面對 應該要趁這個時間 趁還有機會的時候快點道歉 不要再拖下去了 大家早 那當捷運在歡慶20年的時候 當柯P在讚嘆捷運便利的時候 當20年前我們這些台北市政府 及親母公司及我們的新養 當時你們在植栽的行錢教育 只要落實確實一點 當時有告訴這些20年前 來自我們玉璃這些工人的朋友 他們不會背負到今天還要站在這裡 忍受20年的潛水伏病 今天當時的台北市政府 如果你的職權訓練 你的勞動檢查處 有告訴這些承包商 要確實 適時的把整個SOP告訴這8位工人 20年後他們不會站在這裡 當這些工人帶了20年的痛苦 今天站在我們博愛路 我們的地方法院要來幹嘛 要來批判 要來告你們這些無良的廠商及台北市政府 當你們在偵探便利的時候 犧牲了這些人 20年後的今天 他們要站在台北地方法院 來告你台北市政府 新亞公司及親母 雖然親母已倒 但新亞 不管在台灣像核四還有重大的工程 還在一起還得到國家其他獎項的肯定 今天卻為了這些工人 要走到最後一步 我覺得你們這些無良廠商及台北市政府 尤其是台北市政府 柯市長你拿出你的魄力來 拿出你的魄力 當時的20年前 只要你有跟職財勞工 確確實實的做職權訓練 今天他不會發生潛水伏病 所以柯市長今天我們 聲援團體已經站出來 我們非常重視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 從今天以後 我們一定跟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捷運局 及新亞公司奮戰到底 答錯好不好 好 我們喊個口號 我不潛水 我不潛水 我有潛水不正 我有潛水不正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全教總 來聲援幫我們說幾句話 好 各位媒體 好 還有各位夥伴 大家 早安 大家好 我是全教總 政策部副主任 張文昌老師 好 那我今天在這邊 我的說到的心情非常的複雜 非常感受非常的深 好 第一個 我的感受是很不捨 很不捨 很難過 好 我看到這邊的這些 潛水不正的一個朋友 受害者 這個職災的受害者 他們等了二十年 我們的人生到底有幾個二十年了 到二十年 我們的公平 我們的正義 到現在都還沒有 還沒有來到 從三四十歲 四五十歲 等到六七十歲 還要等多久呢 還要等多久呢 這是我第一個 我感到很痛心的 很難過的 這是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 我感到非常的擔憂 我本身是一個職業學校的老師 我想到我的學生 我想到我的孩子 我想到我們的下一代 還有我們現在職場上 我們很多的年輕人 他們現在都在職場上工作 這個是國家一個很標準的一個職災 一個重大的一個職災 我們的國家沒有能力 去防止這樣的一個 一個職災的這個問題 我們的勞動教育到目前 也沒有做好 我們中小學裡面 勞動教育也沒有做好 很多人都還是教孩子說 以後去職場 我要聽老闆的話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教而已 這是絕對不夠的 我們要教孩子 重視他自己應有的權益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 都還有非常多的不足的地方 第二個 我很擔心我們的下一代 他如果進入職場 他會不會一樣 遇到這樣的一個災害 那第三個來講 我覺得我覺得非常的憤怒 就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 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沒有辦法 給我們這些人一些公道呢 為什麼沒有辦法給這些人一些公道呢 我們台北市政府 在哪裡 台北市政府在哪裡 台北市政府 你要負起責任來 不能夠再拖了 不能夠再推脫了 不能夠再逃避了 我覺得我們政府根本就在擺爛 我覺得非常的生氣 非常不能接受 好 那所以我們在這邊 再次的呼籲大家一起來 支持我們這些職災的受難者 我們希望不要有 再有這樣的職災受害者 這樣子才 還受到這樣一個 無法 令人無法接受的一個待遇 好 謝謝 請那個錢水夫工人 我們把那個樹狀那一面 朝前面 那我們喊一個口號齁 直災賠償就責到底齁 來 直災賠償 直災賠償 就責到底 就責到底 然後那個 陳順平阿伯如果 腳有點痠就稍微站旁邊沒關係 因為我看他腳一直發抖 因為他們五點多就坐火車來台北 阿如果 大根本如果有身體真的很不舒服 我們就稍微坐旁邊 坐著沒關係 那接下來我們請全教產的理事長 來為我們說幾句話 好 各位媒體朋友 還有各位工會的夥伴 大家好 我是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的理事長 黃耀南 那今天我們來聲援 因為台北捷運施工的關係 得到泉水乎鎮的這些工人們 那為什麼 因為很清楚的 勞保局已經很清楚的規範 這些夥伴 有得到所謂的植栽起步 那 也因為這樣關係 其實他們本身就很清楚的被 在法律上被認定 他們是因為這個施工的關係 造成得到這個全水乎鎮 這二十年來 這樣的辛苦 然後我記得半年前 我們還到勞動部的前面去抗爭 希望勞動部能夠秉持在擔任工人的 擔任勞工的後盾之下來提供我們協助 但半年過去了 我們看不到這樣的結果 再來就是 以這些捷運工人 他所需要的賠償跟醫藥費 對於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還有新亞建設公司來講 都是九牛一百 捷運的施工 或是重大工程的施工 動輒幾百億幾千億 但是 對於這些夥伴的 醫療 以及相關的賠償 事實上真的就是九牛一毛 那為什麼要讓這些工人 要到法院來控告 那甚至還有可能因為這樣 而延宕了很多年 所以我們在這邊 真的要再次呼籲 台北市政府 以及新亞建設公司 要負起責任 而且盡速的 做適當的賠償補救 不要讓這些工人 在這個 辛苦的 繼續承受這些痛苦 那跟我一起喊一下 來 執災補償 執災補償 追究到底 執災補償 執災補償 追究到底 好 謝謝 我們特別捷運局 我們再跟他喊個口號 捷運局 捷運局 別卸責 別卸責 捷運局 別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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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亞建設 新亞建設 別落跑 別落跑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 青年九五聯盟 這次呢 他們辦 一起來聲援 那他們這次辦了那個 勞工營展 然後呢 也把我們這個 潛水附陣的議題呢 放映 然後受到各界的關注 那他們長期也是 關心貴姐的 職業健康的部分 那你請他簡單發個言 謝謝 好 大家好 我是青年勞動九五聯盟 那我們這次辦勞工營展呢 我們播映了一部片 就是尋找捷運潛水夫 那其實我們其實也搭捷運 都已經搭了十幾年了 沒有想到說 捷運通車都已經那麼久了 然後我們一直都在搭 然後享受捷運的便利 沒想到還有這麼多工人 還沒有得到應有的賠償 那其實那時候我們辦營展的時候 其實很多觀眾知道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非常憤慨 然後都非常希望說 市政府可以負起這個責任 然後可以讓工人可以得到應有的賠償 那以我們在長期關注專櫃人之後 專櫃人員也一樣 他們其實也是會有長期 因為長期站櫃 然後因此有很多那種 像足底筋膜炎 足底筋膜炎啊 靜脈曲張等等的問題 所以其實 所以 但是他們其實 有部分的會得到 旨在認定 但是有很 只有小部分的才會 那個 但是大部分其實都很難得到認定 對 那所以呢 其實我相信 所有的工人都有 都是一樣的 我們其實都面臨了一樣的困境 所以希望 我們都希望 在我們享受捷運便利的同時 為捷運付出的工人們可以得到應有的補償 謝謝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中環工會 中環工會他們很客氣啊 他們今天其實幾乎整個全部的理事會都來了 而且是從我們兩年多前開始抗爭的時候 中環工會就第一波就出來協助我們一些志工學生幫忙採訪 跟我們一路相挺到底 但是他們剛剛很客氣說已經這麼久了所以不說話 好 我們一起喊個口號好了 好 職災賠償 職災賠償 追究到底 追究到底 台北市府 台北市府 負起責任 負起責任 新亞建設 負起責任 負起責任 好 那接下來我們請大觀社區自救會的代表 一起來聲援喔 我們這個開發到哪裡哪裡就有受害者 這是我覺得這是政府作為上的問題喔 大家好 我們是 各位記者好 我們是大觀社區 大觀事件自救會 那我們是來自板橋福州一個 國有土地的破綻案件 那就是 之所以就是會形成這個社區 其實也是因為政府行政上的一些錯誤 還有導致一個歷史脈絡 那這個社區裡面其實也做了非常多 就是跟捷運工人一樣的蘭寧勞工 因為就是 當初因為就是這個國有土地產權的問題 所以相對這邊房價比較平移 使得這些勞工可以在 進到城市成為勞動力之後 可以找到一個安身的地方 然後維持一定的生活水準 可是現在就是 就是政府他因為要開始都市計畫 然後要進行開發 所以他就開始打算 他用提告的方式破綻上面的這些人民 就是跟捷運工人的案例其實很像 就是政府要開發 然後需要這些勞動力的時候 他們就把這些勞工啊 這些人民 找到城市裡面來 然後讓他們成為勞動力去做建設 然後去提升這個城市的價值 讓土地增值 可是他們用完了這些勞工 這些人民之後 就對他們棄之不顧 然後甚至對他們壓迫 然後剝削 就是 就是希望就是政府其實 應該是要負起這個責任 因為其實 其實這些 這個城市可以運作 然後 城市的價值其實是靠這些勞工創造的 謝謝 我覺得這二十年已經過去了 我們搭了台北捷運超過二十年了 但是呢 還是這麼多的工人繼續在這條路上 是被折磨的 但是呢 雖然二十年過去 我們希望台北市政府趕快回趕 回頭是岸 那我們一起喊一下口號 我不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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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潛水附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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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災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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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責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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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運局 別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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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亞建設 新亞建設 別浪跑 別浪跑 好 那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就到這邊 我們接下來我們捷運潛水附陣的工人 我們會一起到法院提告 然後那也希望大家繼續持續關注 並且繼續監督我們的台北市政府 不要再卸責 不要再睜眼說瞎話了 他自己把工商紀念碑 就建在捷運站的外面 不要以為說 二十年前他把和解的標準提高了 就以為把我們工人受害的這個事實 當做無事 但是現在我們二十年過去 我們還是要重追不扯奮戰到底 好 謝謝大家 這次我們提起民事訴訟 是針對台北市政府捷運局 還有就新亞建設 新亞建設事實上是台灣首屈一指的大建商 那他們在二十多年前 承接了台北市捷運局的捷運工程 那然後那時候是跟日商親目一起 那後來我們的工人呢 都一一得了潛水附陣 那這個是已經經過勞保局 政府更荒謬,他認為說我們只是發包單位 那台北捷運做了的這個成果 我們來共享,我們來開慶祝會 但是對於工人受害的事情 他卻認為他已經外包轉出去了 那所以這件事情使我們逼不得已 我們現在這些工人呢 他們這二十多年來飽受傷害 飽受病痛 然後現在還在一面醫療之中 可是我們還得遠從花東到台北來進行司法訴訟 因為當時我們在1996年的時候就開始抗議了 那抗議經過了三年之後就紛紛達成和解 但是這個和解過程裡頭 由於我們這一批人是最晚他們回到偏鄉 他們是住在花蓮域裡非常遠 所以等到他們趕到台北來要進行和解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資方提高了他們的和解標準 就說你雖然是潛水附陣 我們已經有職業病鎮定了 但是他還是認定他們並沒有鼓壞死 那所以那時候並沒有達成和解 但是這二十幾年來 其實大家陸陸續續都已經是鼓一場 鼓壞死 鼓發黑了 那所以我們這個時候重啟談判 可是問題是台北市政府卻說 欸 資方已經跑掉了 所以已經不存在了 那所以現在我們要的就是 我們被認定為職災 但是沒有雇主要負起職災賠償的責任 那我們現在就來向台灣的法院來尋求一個司法正義 我們的訴求其實不多 在二十幾年前我們和解的時候只有七十萬 那我們這一次重新起訴的時候 我們就拿著二十年前的七十萬的訴求 然後再加上這二十年來的物價指數 其實也只不過一個人八十一萬而已 所以很多人當然會問我們說 這麼嚴重的病痛為什麼只要求這麼少 可是我們覺得說要起訴成功 我們也得拉回到二十年前 資方是同意我們是職業病的 他是願意賠償 然後我覺得到時候我們再來社會公平 再來討論說到底多少錢才是一個合理的價錢 說實話對我們工人來說 他們需要的是一個長期的治療 他們希望是一個長期的健康追蹤 他們就說我們希望的是我們的健保費 或者是我們每一年兩年有一個長期的健康追蹤 才知道這個病到底它像個無底洞一樣 不知道它最後會是什麼樣 他們也希望說留下他們的健康資料 留給台灣職業病鑑定一個完整的健康資料庫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恐怕也需要公部門一起來協助 我們將我們一起推一個拍照 我們會不會做一個廣告 那是一個課題的健康 doesn't know 我們會不會做到甚麼 我們會不會做到野都�ии 我們會不會做一個最新的技術 或是你 我們會幫忙